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劫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十六年 这是一个火热无比的夏天 愤怒到了极点的霍家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会议由霍宇主持 他作为霍氏家族的接班人 会议一开始就抛出了这样的观点 怎样才能从朝中夺回失去的权势 于此乎 霍氏家族成员纷纷发言 在强热宣泄对汉宣帝的不满 对号入座地说该如何如何把某某人拉下水 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众人口莫横飞 嘴沾莲花的时候 一直沉默不语地霍显说话了 他当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他一张嘴就把众人给震住了 你们一个个都是熟目寸光 官赋原职有个屁用 如果我们不发动公平政变 废了汉宣帝 自立为王 我们霍氏家族迟早都得完 沉默了一阵之后 霍宇代表霍家成员问了这么一句 汉朝待我霍家不保 这样做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事已至此 老毒物霍显只好来了个实话实说 把毒死许皇后的事全都抖了出来 杀害皇后的事将来被皇帝知道了 霍氏家族难免遭到灭顶之灾 事已至此 霍氏家族已经到了建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时刻了 于是接下来 会议的主旨由征权变成了夺位 横竖都是个死 不如来个轰轰烈烈 就算死也死得痛快 这场家族会议 这场家族会议奇迹般地达成了一致 密谋发动政变 杀丞相 废宣帝 立新皇霍宇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 就在霍家磨刀磨磨磨磨的时候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计划泄露了 谋反的消息很快就被霍家的一个马夫朋友张张知道了 这个张张本来是来叙旧的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接着拔腿就往皇宫里边跑 结果可想而知 霍氏家族的谋反还没来得及行动呢 汉宣帝的镇压大军就到了 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霍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打出的口号是杀无赦 自知南逃厄运的霍宇和霍显 相继自吻身亡 而霍氏家族的中流砥柱 霍宇和霍显死后 意味着霍家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汉宣帝手中高举多年的屠龙刀 丝毫没有留情 对霍氏家族无论男女老幼 一律格杀无论 诛灭了霍氏家族以后 霍皇后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汉宣帝没有直接砍了她的头 而是以施得罪 把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后 打进了冷宫 从此 庭院慎慎 慎疾许 霍家迁尽独自卑 直到十二年以后 霍皇后终于盼来了汉宣帝 然而 汉宣帝不是来赦免她的 而是把她打入了 更阴森恐怖的云林馆去独居 至此 霍皇后最后的希望落空了 绝望之余 在一个戚风冷雨的夜里 她用一块白卷 吊死在了云林馆 霍光一手打造的 风光无比的霍氏家族 只因为她错爱了一个 不该爱的女人霍显 落得子孙灭绝的凄惨下场 正应了那句话 盛极必衰 可是不管怎样 霍光的功绩 并没有因为霍家的倒塌而被抹去 甘露三年 就是公元前五十一年 汉宣帝在匈奴归降 举国欢庆之时 回忆往昔征戎岁月 即辅佐有功之臣 命人画了十一名功臣图像 与麒麟格仪式纪念和表扬 十一人中霍光排名为第一 而唯独呢 他没有写全名 只是尊称为大司马 大将军 伯禄侯 姓霍氏 不知道这样的荣誉 是对他最后的安慰 还是怜悯 后来有凯探师如下 骏马四丰彪 明辨除尾桥 万公慈汉岳 差语破天交 朕节兴芒进 迎空海雾霄 功成华林阁 独有霍飘摇 有哲人说过 伟大源自苦难 没有吃过苦的人 就好比是温室的花朵一样 一旦面临外界的戚风苦雨 就会萎靡不振 自古英雄多磨难 从来顽固少为难 苏联教育家 马尔库莎说 昂贵的玩具 阔气的穿戴 这是通向 严重后果的最初阶梯 有人调查过 某个地方 五十名失足青年 其家庭多是猴门 过去讲猴门多档子 现在可是奢门出败子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段 伟大源自苦难的故事 话说许皇后和霍皇后 相继夭折以后 问题出来了 空出来的皇后位置 该由谁来当呢 皇帝的后宫 从来都不缺美女 但在美女如云的后宫 能得宠的 却没有几个 此时 后宫当中 最得汉宣帝宠爱的是 张杰宇 华杰宇 魏杰宇等 寥寥可数的几个 他们为刘寻生下了 东平王刘宇 定陶王刘霄 管陶王 楚孝王 等几个儿子 我们知道 在古代的后宫之争当中 后妃们除了自身实力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砝码 就是肚子里有没有祸 儿子 有儿子的后妃 就占据了天王山 没儿子的后妃 只能是望后星探 但世上的事 并没有一成不变的 就在后妃们 都渴望自己的肚子 能争气的时候 命运却垂青到了 那些肚子并不争气的人身上 众所周知 汉宣帝从小下放到农村长大 受尽了人间冷暖 直到十七岁 才在许平君娇柔的怀抱里 懂得了什么叫温暖 也正是因为这样 汉宣帝会知霍光的脸色于不顾 立贫妻许平君为皇后 随后 许皇后被霍显暗杀 汉宣帝为了表明自己感恩的心 立排众议 立刘氏为太子 随着霍光的病逝 汉宣帝一点一点地 把十权从霍家人手中 给夺了回来 最后逼得霍氏家族 来了个狗急跳墙 结果邪不压正 霍氏家族造反未遂 被汉宣帝一网打尽 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地步 也正是因为这样 心有余悸的汉宣帝 在选后上慎之又慎 权衡再三 最终决定立一个 无后的妃子为皇后 原因是 为太子刘氏着想 不想立得新皇后 因为儿子 将来又产生 血淋淋的太子之争 汉宣帝此时 最宠爱的三贵妃 张杰玉 华杰玉 魏杰玉 都生有三个 白白胖胖的儿子 女人有子才算好 然而 此一时彼时 此时女人无子才是福 本着吃一欠 长一智的原则 汉宣帝最后 只能狠心地摇摇头 把三大热门候选人 全都排除在外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个在宫里 默默无闻 不显山不漏水的宫女 浮出了水面 这个宫女就是常陵人 王凤光的女儿王氏 王凤光是明门望族之后 他的祖先在汉高祖时期 曾经做过官内侯 显赫一时 但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 道德传家 十代以上 耕独传家次之 师叔传家又次之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结果以富贵传家的王家 自然逃不脱 富不过三代的命运轮回 到王凤光的时候 王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由门庭若氏 变成了门可罗雀 王家人由显赫 变成了显赫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氏的出身 注定成了一只丑小鸭 随着丑小鸭 一天一天地长大 她没有梦想变成白天鹅 而是这样想 只要有个家就成啊 找到一个老实本分的丈夫 生儿育女 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田园生活 这就是她的梦想 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不能再小 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愿望 却成了王氏遥不可及的梦 当然 这并不是说丑小鸭 王氏长得太丑 丑到了天底下 没有男人要的地步 相反 她还颇有几分姿色 柳眉细腰 唇红齿白 额头上长有一颗黑痣 有人说是美人质 而事实证明呢 这是一颗克夫质 王氏长大以后 自然不缺追求者和说媒的 因此 王氏发挥了果断的作风 乡中对上眼的就下手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原本天经地义 可是呢 几次当她定下婚期 准备出嫁的时候 未婚夫就都会离奇地死掉 这样骇人听闻的事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回 带来的连锁反应是 王家门前一下子车水马龙 又热闹了起来 热闹的背后是 王氏一下子火了 这样导致最直接的连锁反应 就算是王氏倒贴过门 也没有男人敢娶她了 总之啊 从此王氏自怜自卑 自伤自弃 那个仇啊 而他的父亲王凤光 也是自怜自卑 自伤自弃 难不成 养老女儿在家一辈子吗 就在妇女两个 一仇对仇 仇上加仇的时候 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他们了 这次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对王氏抛锈求的人 那不是寻常人 是主宰天下人的 汉宣帝刘荀 原来 王氏克夫的事 刘荀当年还在农村下放的时候 就有所耳闻 他成为一国之君以后 听说王氏还是一驾难求 集天下之所集 想天下之所想的汉宣帝刘荀 这次做出了惊人之举 下了一道圣旨 圣旨简洁明了 照王凤光的女儿入宫 为劫狱 与其放着这样一个 如花似玉的姑娘 在宫外守活寡 还不如纳入宫里来守活寡呢 这样再怎么说 还可以为家里减去负担呢 顺便增光 就这样 鬼剑仇的客夫专家王氏 挥了挥手 告别父老乡亲 来到宫中 接受命运的新型考验 事实证明 汉宣帝对王氏并不感冒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之外 晚上很少抽空来给他排除寂寞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入宫以后不可能怀孕生孩子 这个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祸福难料 王氏本来就戴着客夫的魔咒帽子呢 再加上没有一儿半女的 本来应该属于被遗忘的对象才对 可是此时此刻 他却成了皇后的最佳人选 公元前六十四年 也就是霍皇后被汉宣帝打入冷宫的第三个年头 那是一个曹长应非的二月 世上万物都开始焕发新的活力 王氏终于拾来运转 几乎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以超级黑马的方式 被汉宣帝任命为第三任 也是最后一任皇后 惊讶也罢 嫉妒也罢 面对种种猜疑 王氏显得从容而平静 只有他自己明白 虽然当上了皇后 但这个皇后并不好当啊 他并不像以前的那些皇后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拥有优先继承权的宝贝儿子 及皇帝的万千宠爱于一身 相反 他天生克服的像 又是不能播种的母公鸡 这样的女人 放在美人扎堆的后宫 太普通 太平常 太不显眼了 因此 他受到汉宣帝宠爱的概率 那几乎为零 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里失去的东西 往往在那里补 我们常听说 吃亏是福这句话 王氏的这些缺点和弱点 相反在特定的环境 和特定的时间 却成了一种优势 而优势背后却是苦涩 他知道 自己名义上是皇后 实际上是保姆 太子殿下流逝的保姆 事实证明呢 汉宣帝就是汉宣帝 他的眼光果然没有错 他精心挑选的这个没有野心 又没有儿子的女人为后 是极为正确和明智的 因为以黑马身份夺得皇后的王室 从此锦衣玉石荣华富贵 不必细说 而且他还减速朴实 任劳任怨 一心一意地关心刘氏 全心全意地爱护刘氏 真心真意地把刘氏 当自己亲生的儿子来对待 也正是因为这样 后来刘氏长大成人以后 从来不把王皇后当作保姆 而是当亲妈来看 但从这点来看 王皇后的所有努力和付出 都没有白费 值得一提的是 王皇后她那个斗鸡遛狗的 混世魔王父亲王凤光 也咸鱼翻身了 汉轩帝给他的头顶上 戴了一顶高高的帽子 穷成猴 王皇后的所有努力和付出